因為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 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我們來看一場全服第一五代,和全服第一南鄉的比賽吧。 他們隊中還有集訓阿牧,令對手不可以連防五代,小田一對一防守五代,顯得力不從心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在球場左邊位置用第二段上籃,會在身體左邊出手,五防的五代較難封蓋。 和球手打量的敬禍一打到五對五,打扭利打擊中的位置。 空位投進了。 現在籃板球變得難以理解,南鄉是過早跳搶不到嗎? 為何最遠的小田拿到了籃板球。 高砂和阿牧都在籃圈邊緣, 遲跳的阿牧卻拿到了籃板球。 現在沒封蓋技能的球員,大多帶抄截潛能,用抄截機制防守。 難免。 準備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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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鍋子。 準備好。 準備好。 完成。 阿牧打法也太過自我了,明明兩名隊友都是好手,應多分享球權。 五代向無人的地方突破,如果晃倒了小田就有空位了。 五代調整位置令小田在他前方,再用大招把他晃倒,空位了。 在人群中用一個後撤突破3分,竟然空位了。 在座位置 冷藥水和泥水和水和水。 好, 好, 快到這裡。 好, 。 3. 複製盜的突破小天勾式,向前方向盜端使用了。 上右飄移,流川往右邊突破再右,有兩段移位的效果。 五代向左移動,小田也跟上了。回身向右突破,需要其他人補防,空位投進了。 小田要單防五代十分困難,但流川也沒法抽身協防。 阿牧沒有遠離五代拉走流川,令五代不能單打小田。 這次是五代自己突破到流川那一邊,令自己陷入被二人防守的困局。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想找某一個球員的影片,可以善用你豬我豬頻道的播放清單,就可以找到你喜歡球員的播放清單了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